比如說用蹲的馬桶是最好 對 這樣子 大便才會搭乾淨 因為我們做的時候 其實那有一間大便是搭不出來的 而且瓜哥剛才那個動作 其實對我們髖關節是非常好的 是 對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爬到這邊 伸展還有肌力的部分 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檢測 就是看看大家是不是 植物上班族 就是像植物人一樣動彈不得 頂頭頭的感覺 對 那我舉的這四個關節 都是我們臨床最常見 就是在活動度上面會受到影響 第一個是往上看 往上看 對 然後再來是往下看 對 這個各自都要有50度 對 那再來是側邊也是50度 左右都是50度 好 那再請瓜哥做一次往下看 對 是這樣子要有50度 好 那往上看 對 這樣也50度 所以瓜哥在第一個呢是過關 因為很多人他往上看 現在誰不行啊 都可以 沒有 真的很多人往上看是這樣子 因為他頭沒辦法 腰不能動 就身體會整個往上 身體會整個 腰筋太硬了 對 就是因為他低頭低太久了 真的好像其實有點難度 我有啪啪啪的聲音 對 而且很多人左右也有受限 因為人家叫他 他要整腹轉過去 他沒辦法從這樣回 就沒辦法跟他好靈活 對 對 好累喔 對 就可以很靈活的動 所以這個頸關節是 其實現在很多人有 再來是肩關節 像是50肩各方面都沒有辦法做 我們最長的就是向前伸直往上 這裡可以要抬到180度喔 用 如果沒有辦法180的話 就是有可能就有受限 關節受限 可以 對 可能太緊啊或是什麼 對 所以瓜哥這邊也是過關 第三個呢 一般來講髋關節我們會躺著做 但是今天礙於示範的關係呢 其實我們可以站著試試看 就是有一隻腳要平衡 然後我們把腳往上抬 這樣子 側邊的話這樣看要有100度喔 非常標準 大腿多健康喔 對 可是大腿真是健康 膝關節感覺很好 而且平衡力非常的好 最後一個呢是膝關節 膝關節的話 我們就用一個動作來測試 就是你的腳跟能不能提到屁股 這個有點難 好難的耶 這樣 腳跟提到屁股 好難喔 不行耶 你知道 聽不到 聽不到 可以很用力的嗎 可以很用力的嗎 可以 那狗狗 那個狗狗那個 很用力的可以啊 練得到就是有了 沒有 對… 那這個要怎麼練 這個的話呢 我們可以在平常作者的時候 就彎膝蓋 彎膝蓋 對…然後伸直 讓他多試試看 對 因為很多人像這個是亞洲蹲 就是蹲不下去 對…這跟膝蓋的關節活動度有關 所以瓜哥這邊 不行 拍一點 對… 打三角 就好好練一下 對…所以… 所以這個都要上班的時候 也要找時間把它鬆開一點 對…一定要鬆一鬆 因為這些是最常來找我們的問題 對… 可是我現在有麻煩 我手沒辦法 你看我後面 抓不到羊 這怎麼辦 這個我們可以單邊練 先側… 可是我用毛巾這樣抓 可不可以 可以… 然後慢慢讓毛巾往裡面中心抓 對啊 慢慢的進去 你看 很遠… 一般來講 我們不會太在意這個動作的原因 是日常不會用到 除非是功能性的 比如說你連這樣都插不到屁股 這個是一個功能 那倒不至於 這樣就有問題 我們可以這樣插 對… 對…我們在看的時候 還是以功能為主 比如說用蹲的馬桶是最好的 對… 對… 這樣子大便才會搭乾淨 對… 因為我們做的時候 其實那有一些大便是搭不出來的 而且瓜哥剛才那個動作 其實對我們髖關節是非常好的 是… 對…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爬到這邊 伸展還有肌力的部分 可是我練髖骨是這樣練的 我們會躺下來 或這樣練 好靈活喔 我們會練… 對…這個是髖關節的另外一個動作 或者兩邊 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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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蛙人… 蛙… 蛙… 天啊…